艺人陈美凤之前就想回馈工作人员购买自己二手衣 这次说到做到 熬夜打包将近五大带进三百件的鞋子 衣服 围巾 帽子与包包 陈美凤不嫌累 能让忙碌的工作同仁买到时穿的衣服 又可以做爱心 很爽 她最近换新造型 意外壮脸 姐姐 谢金燕 在网路上引发热议 陈美凤秉持 爱自己美到老的信念 说自己是爱美冲第一 日前染了一头漂亮浅发色 还戴上黄色镜片眼镜 意外与 姐姐 撞脸 成为网友热议话题 陈美凤说跟 姐姐 染发时间点很相近 但真的不知道刚好这么巧 就被说撞脸 事后得知还害羞大笑 很意外 很谢谢网友买单 喜欢多方尝试新造型的陈美凤也给所有手女鼓励 当女人要多爱自己 更觉得这样一卖二手衣 大家有更多的视觉 选择 除了拍戏的成熟款衣服 还有跟随流行的 黑猫 款穿着 陈美凤意外撞脸 姐姐 谢金燕 图鞋献明示提供 2017年11月20日 衣服移送达电视台就造成轰动 不但短短两天瞬间扫光 也为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公益单位募进9万元善款 仍在澳洲的陈美凤相当意外 业绩 这么好 更感谢公司总经理带头献爱心 谢谢大家不嫌弃 感受到民事大家庭的温暖和爱心 感谢观看